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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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很少做到二十多號 我們一時都想不起 Operator 提過,你提交月費 即是很少我們一個月做四個星期 都要這麼開心 我們這麼新勞,大家都幫忙 你很新勞嗎 我們很少一個月做四個星期 有多新勞 大家聽得開心,那就交些月費 我們都說了,請嘉賓吃飯 都要疏倉一點 你不用,經常都叫粉絲折瓜 雜菜煲 雜菜煲,可以來粉絲蟹煲 我們都叫半邊燒鵝 不用這麼寒酸請人吃飯,都可以就著 課金內容是怎樣的 77.7 大家可以給一些 通常我看見大家交月費很疏倉的 300,200,表面上是777 那當然 我們轉眼做了幾年 多謝大家捧場 捧場之餘,當然要大家交月費 我可以作為一些表示才行 因為我看不到你 我們從月費才知道我們有幾十萬年 你不交月費,我就當沒人聽 除了交月費之外 還要順帶一提818 818就賣Radio的十週年台興 我們都續了五年了 四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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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多集 二百多集 不是兩千多集 十幾年之後 五百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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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三字教的 是呀,最怕的 我們看看有張圖 這個是內政部出來的 它說為何修了宗教法 我們之前有關宗教法的條例 其實是1929年 民國十八年 很簡單,因為我們宗教自由 民國十八年,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時候找回民國十八年的東西 在大陸時代的法律都拿出來抄,不知為什麼 當時就有一個廟宇管理法,監督寺廟條例 其實現在都過了幾乎一百年,是不是應該是時候要收拾他 你看到他一直都說妙語,宗教團體實際發展需要 其實在下一張圖裡,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宗教團體法基本架構,讓大家看看 在內政部出的圖裡有什麼問題 我們說說,因為有些人未必看到圖,可能只是聽archive,聽音效 他們不知道你說什麼 六部曲,首先就是寺院和宮廟 這個宮廟就是什麼宮,然後要做登記 第二部就是寺院和宮廟的運作 你這個立法的一個步驟就是,其實我希望你是這樣的 首先你就登記了登記在案先 然後希望你就是那個規劃你們的運作 譬如你們有齊的文件,不是以前隨便說完就算了 永續發展,可能你們的資金流向之類 這個宗教法刑的成立 你不是說,你山上整個屋子 就說我是宗教團體就可以了 麻煩你,就要成立這個註冊 這個法刑就是註冊一個團體 你可能用有限公司,香港很多會是有限公司的註冊 其他非牟利機構註冊也好,你麻煩你也註冊團體先 然後你成為一個團體之後 這個法刑就是一個註冊的團體之後 你就會規管你的一個運作 一樣 不如我簡單一點,因為解釋法例很複雜 台灣的廟宇是怎樣來的呢 通常跟香港有些都幾類似的 我們整個中國都是這樣 那裏不知怎麽樣有個神話 有個神話,那塊石曾經不知怎麽顯靈 諸如此類,大家就在那裏找香拜 整整一下,有些人就求這塊石,不知怎麽樣 石敢當廟 整整一下,有人說很靈 整間屋仔就把這塊石供奉在這裏 整整一下就有很多人來了 越來越多人 整整一下就由一間屋仔變成一間比較稍有規模的廟 整整一下就整個四合院出來 再整整一下,譬如像張三 剛才我們說沒得供 張三的父親就發了財 因為這樣發了財 就是這間大廟,四合院 就是大家供奉回來,拿些香油錢 如果根據現在這個修改的中計法 這些廟宇之後就不會出現了 因為你不可以從武道友的 所有廟宇都說都是從武道友的 都是同一個石一棵樹條 你不知道在那裏拿個觀音像放在那裏 供奉整兩整就變成一個觀音廟 車公廟可能沒有機會出現 現在的巨規模,去到武德宮、龍山寺那些 當然是做財團法人 但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可能都是剛才跟我講一樣 在石頭變出來,人多了 如果你說收過這個宗教法之後 那就沒有了我所講的 剛才我說,宋活佛在這裡,自己去修行 接著有些弟子來了 我們宋主委裂盤之後 就不知怎樣做一個手印就金莊了 或者說不用了,現在是活佛來的 弟子來 不好意思,在這個宗教法之下 可能已經為了法 因為你沒有註冊團體 你就不可以雲法 這個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大家看圖裡面,其實現在重點是甚麼? 在這個宗教法裡面,為何只講這個寺院宮廟 基督教呢? 那些不納入這個宗教法裡面 那些不是宗教來的? 即是外國傳來的 那些洋宗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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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因為這個宗教法出之後,會有甚麼影響呢? 現在的大的或是規模的,你可以納入他作為財團法人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很多 當然很多都是,大了我當然有,資金的流動多了 我當然有一個廚台法人去保障這些資產 因為他在現在的現有制度之下 政黨很容易控制這些寺廟 有些新的,例如我是國民黨,我是親民黨,我是時代力量 我想做一個在不知哪個鄉鎮那裏 做一間廟,我也想吸納一些我自己的信眾 那我就難了 好了,現有的寺廟就被民進黨控制了 以後那些其他武漢就發展了 所以這個宗教法就會令到一些現有的寺廟繼續保障 他們可能以後還在鄉火鼎盛,數百年而滅不絕 但是有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新的一些宮廟就很難再建立出來 那可能各位朋友呢,不是很明白 謝功,或者我們想帶出問題 那我們一個例子 香港這十幾年 回歸人淪陷,我覺得是淪陷的 這十幾年裏面,政府不斷起很多,譬如學校裏面 我們中所裏面,其實都承擔了家教會,這些董事會 那裏面,大家覺得沒事啊 我們很合理,共同去管理學校 結果出現了李國章這些人,去管治學校 喂,或者李施志,李施志這些,去家教會 這些人有份去參與管理學校 其實在這個宗教法裏面,其實也都是不少人有這個疑慮 喂,你最終是不是其實要插手這個宗教團體呢 因為他有權管理你的時候,你就有很多東西不得不聽話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一套宗教法去規限這些寺廟的話 喂,我自己經營,我關人鬼事啊 我不管政治也好,你沒有管我,我也沒有管你 但是當你有一套法規去管理這些寺廟的時候 這套寺廟就說,在你的法例之下,我有很多東西要聽你說的 大陸,比如先說,宋主委在魂法 弟子,呂弟子,見到宋主委,佛法無邊 那就要雙修了 雙修不用,最重要是奉獻金錢而已 現在在宗教法裏面呢,不行,你不是法人 就算是法人的話,你成為一個註冊團體的話 不好意思,麻煩你交個帳目出來 當然也有些學者都說,修改宗教法的時候呢 是妨礙了我們國家的憲法第十三條 憲法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他說,我沒有阻止你,只不過有規管,你為了有規管 好像剛才謝功說的,三字教會 一有規管,你就會有很多東西,你就不得不聽令於政府 也就是說,違反了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 最主要就是剛才會有影響哪裏呢 譬如,我那些是小眾,你是帶著幾個弟子修行的 謝功剛才說的,我們一個恩元石或者什麼食 當我們是斷了,沒有了這種文化的知識 即是你沒有了從武道友的寺廟的誕生 即是現有的你就舔了 你想建立一間新的寺廟就很難了 因為你沒有了一個法律規定了你 還有他有權,政府有權監管到怎樣呢 在某些問題上,他覺得你不行 這個行政單位可以是向法院申請你沒有資格做法人的 可能是代表先壓,好像林朱偉那樣 喂,你又不行啊 他查你帳,你就慘了 如果你有些東西就查一查你 這是很簡單的,這是傳統的信仰文化 剛才我們提到,一塊石,甚至是鑽國街口經常有交通意外 就供奉土地供在那裡,之後就鎮壓了 久而久之就由小日那裡變大 就入屋,然後建一間廟來供奉 那這種方式,以後如果宗教法成立之後 就沒有機會會再出現了 那他還要你上繳,你的組織成員名單 那當然啦,其實如果現在在台灣大部分 他們的絕大部分,那些民間的宗教團體 其實都是民選的,大家選,你誰做,誰做 甚至剛才說的主委,那些可能是監廟去到頭起 大家就退去 但其他的職位,其實大家都是選的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一條修的例子裡面就說了 好像我們香港的上市公司條例那樣 麻煩你們有個是犯過法的人 你是不可以做這個法人的代表 公司公司不可以啦 是啦 這個很大件事的 因為裡面幾多些,你知道 廟宇裡面也有很多黑道去控制 包括什麼呢,跳票 就是被人彈票,那都說不行的 那很大件事的 好啦,我講到這裏了,修這個宗教法 總之民進黨上場,就很多 無論是農會、廟宇等等 他們都希望插入手裡,能夠中一些人在這裏 大家看到他叫政黨退出校園 他自己立即轉進去 這個軍公教一樣 就是傳媒、學校等等 總之國民黨一走,我就找人進去 造成今天的局勢 這個我們只能夠怪 我們當然要讚民進黨是厲害的 我們都要怪民進黨是蠢的 不是,國民黨是蠢的 人家說你真是做了 人家做,你做了 就抑咎了這個民進黨 這個都不能算了 好啦,我們不說了 我們先說哪壇 有一壇就是立法院長蘇嘉全 給了信國立法委員 就說以後進入議場 就不准帶水彈 不准帶麵粉 不准帶這個汽笛 因為這幾天 那個議場就被很多這些東西騷擾到 因為他們要通過這個 這個基礎建設的預算 所以國民黨人少 他們就唯有扔麵粉 又按喇叭 所以蘇嘉全說不行 你擾亂了我的議場 我第一次在議會見到 第一次好像是民進黨 沒有理由 你現在說,國民黨就說 這些恥作用是誰 是你民進黨 當時你上一屆二十幾個議員的時候 你就用這些方法 是啊,他們當時都沒有我們那麼好 我們用水袋,麵粉,氣笛 喂,你們是擲整張椅子 未去過立法院,大家可能不清楚了 立法院的主席台要行樓級上去的 在上面呢 是那條陰家產 是拿著整張椅子在上面撤下來 喂,這些就是武器了 那你是不是不准 那椅子也不准放在這裡呢 現在立法院裡面以前是水杯 玻璃杯來的 現在是不是用膠杯紙杯 就是怕了你民進黨 曾經有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 給你民進黨拿個秒計錶 扔掉眼睛 喂,這些你是不是... 喂,你今天做多數黨 你就禁止小黨做這些 喂,他們沒有殺傷 然後你說很多醫師的團體 就打給蘇家全 就說水袋扔掉人 扔掉眼睛會盲的 喂,有些中學畢業是大家互扔水袋的 就是那些中學畢業生 大家互扔水袋來玩的 那些麵粉就會有氣塵 就會令到肺塵哀 氣底會令到耳朵受損 喂,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一個理由來的 問題就是,今天你是多數 然後呢,當年國民黨 用回你少數的在野黨的手法 喂,比你還要差 其實我支持的 議會不應該容易讓大 但麻煩你們先道歉 我以前做這些不當行為道歉 所以大家不要做啦 好啦好啦,外面都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夠了,我們下次再見 下個星期就神週五節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